至尊盟盟主贺连霸正在赶路 不曾想一阵充满肃杀的情音传来 瞬间让贺连霸汉毛直立如临大敌 原来是死心门的掌门使大娘 催动七绝情攻击起了贺连霸 贺连霸丝毫不敢大意 连忙跃上半空双脚踏入地面 并且魅力抵挡起了七绝情的攻击 两大高手就此展开了巅峰对决 史大娘全力弹奏起了七绝情 双手在七绝情上迅速波动 每根琴弦在触碰的一瞬间 都会产生黑色的阴浪 好似一柄柄锋利的镰刀 连绵不绝地攻向了贺连霸 可让史大娘没有想到的是 贺连霸竟然只是真气外放 就轻松挡住了七绝情的攻击 显然还没有用出真正的实力 你怎么可能抵抗七绝情 那上次是我作戏给你看的 你根本没有练到第七重 又怎么能够伤得了我 贺连霸显露出了真正实力 给了史大娘一个机会 只要史大娘愿意向她跪下磕头 她就大发慈悲扰史大娘一命 可史大娘性情刚烈 明知不是对手也要对抗到底 让贺连霸不要痴心妄想 贺连霸见史大娘如此不识抬举 当即跃上半空用出分心掌 开始对史大娘发起反攻 即便史大娘加速弹奏七绝情也无济于事 半个时辰后 吴欣从死心门的密室中醒来 四处寻找起史大娘的下落 发现了重伤垂死的史大娘 看这里七夜不禁吐槽一句 七绝情号称可以克制先天当气 结果不练成第七绝七绝离魂散 威力属实是上不了台面 恐怕最多相当于天意四象 觉得第一是疯神怒 属实是徒有虚名的武功 言归正传 史大娘在临死前告诉吴欣 千灵奇谱就藏在密室之中 要掩藏风前来将其带走 而灵双剑多半是落到了贺连霸的手上 一定要想办法躲回来 交代完这些 史大娘便陨落在吴欣的怀里 瞬间让吴欣哭成了泪人 两个时辰后 吴欣带着毁掉的七绝情来到石神居 将贺连霸杀死史大娘 以及抢走灵双剑一事告诉给了众人 我不在乎灵双剑 我只想知道 贺连霸为什么要杀史大娘 因为生死祺 我是生死祺 到底要怎么做 才能让这鬼东西不再害人 燕藏风对生死祺深恶痛绝 认为就是因为有祂的存在 才会让慕容华和贺连霸等人 对他们一行人纠缠不休 在江湖上掀起腥风血雨 可使大娘的仇不能不报 因此燕藏风打算明日前往至尊盟 找贺连霸一较高下 此时的贺连霸已经回到了至尊盟 正拿着灵双剑欣赏了起来 炼翅雪早就听说过灵双剑的厉害 请求贺连霸让他开开眼界 看看这把传说中的神兵戾气 是不是真的那么妙用无穷 贺连霸倒是信任炼翅雪 将灵双剑交给了他 炼翅雪刚要拔出灵双剑 却被贺连霸出手阻止 这灵双剑并非每个人都能够使用 当我拿到这把剑的时候 曾拔出剑枪 奇料他竟然吸了我的真机 幸亏我的内力雄厚 急忙把这剑收回才能够逃过一劫 贺连霸告诉炼翅雪 他的内力尚浅功力不足 若是直接拔出灵双剑 恐怕会被当场吸干真气暴毙身亡 这让炼翅雪后怕不已 转而提起了千灵奇谱 要不要他前往死心门的逆势 将千灵奇谱取回至尊盟 两人的谈话 刚好被路过的人千行听到 知道了千灵奇谱的下落 顿时打起了千灵奇谱的主意 就算是千灵奇谱 在死心门的境地逆势 也没有人能够进得去 贺连霸认为除了他 没人知道如何打开逆势 准备等人千行和败玉儿完婚后 再去死心门密室取回千灵奇谱 次日午时 人千行和败玉儿举办大婚 燕藏风带着赛华佗几人 气势汹汹地来到了至尊盟 门口的守卫都是战武渣 根本不是燕藏风几人的对手 被几人轻松地闯了进去 可燕藏风担心贺连霸武功高强 要赛华佗几人在门外等候 让他和刘依前去对付贺连霸 一旦出现了什么变故 也好有人接应全身而退 感谢观看